近年来月中贸易关系稳步强劲发展 双边贸易额快速增长 近五年平均增速达20%每年以上 凭借其地理位置优势 交通便利条件 老街省已成为越南北部边境经济开发区的亮点 老街省通过边境口岸 进出口买卖和交换货物的总值 估计超过30亿美元 比2020年同期增长15.5% 比计划提议的计划高出65.3% 2020年到2025年 老街决心大力发展全省物流服务 力证到2025年 物流服务对地区的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达8%到10% 服务增长率达到15%到20% 物流中心 在全省进出口总值计划中的作用 日益增强 巴萨市镇 光进社 巴萨县生产加工包装 保存户的混合都市区 物流和基础实施业务 建设投资项目 是重点项目之一 有助于提高老街省的进出口能力 同时减轻 京城国际口岸和老街国际口岸仓库的压力 同时 它是直接连接中国云南省 本域口岸的重要门户地点 规划研究区总面积100余公顷 其中 拟建项目面积为 87.89公顷 限定如下 东部和东北部 与洪河和中国云南省的边界界让 西部与N10路和巴萨县 规划开发区界让 南部与巴萨1号 在定居区界让 北部与巴萨都市发展和扩张区界让 项目拟建设同步物流中心 结合灵活的生产空间 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为目标 划分为四个主要功能区 包括综合物流中心 制造 加工 包装 货物存放区和中央停车场 商业服务区 高档住宅区 综合物流中心被认为是该项目的主要核心 以封闭模式组织具有先进的管理体系和运营线 在这里将组织注入物流服务 仓库类型 专业队场 海关程序 进出口 便房烧锁等活动 货物和车辆从三个主要的方向 集中在物流区 从本域边境口岸到项目北部的方向 河内老街高速公路方向 进城国际边境口岸项目南侧 从生产 加工 包装 货物储存区方向 集中箱卡车通过掐权的控制门后 被分到有货的集中箱队场 冷藏集中箱队场 或等待进口的空集中箱队场等功能区 仓库系统 设计科学 保证货物进出口和仓库最便捷 拥有两个国内仓库和一个保税仓库 在这里 货物将被接收 检验 分类 存储 包装 贴标签 并运送国内或出口分销渠道 管理运营中心 海关手续 便房等功能区 布局合理 有助于提高运营效率 控制货物进出集中物流区 管理 运营 监管全流程优化自动率达80%以上 提高集中物流中心的效率 以发展各类清洁产业为导向的生产 加工 包装 货物存储区 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 生产 消费品 服务行业 食品加工 加工出口 农产品 清洁建材生产行业 上述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